大家好,欢迎来到Revy的美食厨房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免揉鸡蛋牛奶小餐包的做法 这款小餐包全程不需要揉面 而且只需要普通面粉 做出的小餐包松软有弹性 柔软又拉丝 现在我们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准备230毫升的温牛奶 然后加入两小勺酵母 三大勺糖 两个鸡蛋 之后搅拌均匀 在420克的中筋面粉中加入半小勺盐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液体倒进来搅拌均匀 搅拌成一个粘稠的面团即可 然后我们再加入20克的黄油 搅拌均匀 之后盖上保鲜膜 室温发酵到两倍大以后 放入冰箱隔夜冷藏发酵 我为了快点拍完视频 所以只冷藏了三个小时 但是它已经发得很好了 我们看一下 面里面的组织松软又绵密 这样我们做出的小餐包也是这样的效果 在案板上撒上一些干面粉 然后把面团直接倒在案板上 然后从四周向中间折叠一下 这个折叠的过程也是一个整理的过程 我们把它折叠几下之后 整理成一个大概圆形的形状 这样就可以了 之后把它翻过来 然后把它压扁 之后把它分成12等份 然后我们取一个小剂子 从四周向中间折叠 之后把它翻过来 之后把它翻过来 这样一个小面包坯就做好了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案板上来折叠 从四周向中间折叠 之后把它翻过来 这样我们的光面就出来了 面包坯都做好之后 把它们放到烤盘上 然后二次发酵到两倍大 二次发酵好之后 我们在上面筛上一些干面粉 然后烤箱预热350度 烤20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的小餐包已经烤好了 我们来撕开看一下 虽然我们没有揉面 但是它还是会拉丝的 捏一下非常的松软 立刻回弹 这个面包也可以撕着吃 里面的结构非常的松软 掰开看一下 是不是效果很不错 尝一口非常的好吃 混着鸡蛋和牛奶的香味 今天的鸡蛋牛奶小餐包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赞订阅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